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赶在浪姐三完结之后火速上线的第二季披荆斩棘的哥哥 也算是让网友们见识到了芒果台队浪姐 P哥这两个综艺IP的重视程度 而鉴于第一季P哥收获了不俗的口碑与观众缘 第二季能否也延续第一季的高质量也让不少节目粉格外期待 目前第一期节目已经上线 哥哥们自行分组进行出舞台的决定确实给了每一位哥哥足够的发挥空间 只是一些观众认知度不高的哥哥 在全开麦的出舞台上还是能够被大家看到他们的紧张 但像王大陆这样在内与人气颇高的哥哥 哪怕唱歌方面的业务能力不强 但凭借助观众员依然还是能在观众喜爱度排名上占到便宜 其实上一季P哥中 节目组会邀请来不少大湾区的哥哥们 也有不少业内人士给出过分析 香港艺人相比起内地艺人配合度更高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来到节目中的性价比也更高 因此第二季节目依然会有小半数的香港艺人来参加 一来是真的看到了节目的红利 二来也确实在价位与受众上都更加适配 然而目前哥哥们已经完成了三公演的录制 参与录制的现场观众也给出了每一次公演的淘汰结果 剧传一公演比赛之后 大前辈温赵伦与方艺伦被淘汰 同样是年纪偏大的哥哥 杜德伟作为歌手出身 确实比温赵伦更适合继续留在节目中 而方艺伦作为演员 出舞台的编号89757 在杜德伟与李承炫两位唱跳俱佳的哥哥面前 他的劣势也被凸显得格外明显 二公演及三公演被淘汰的黄一达 朱佳琪、张俊宁和郝云 其实从曝光度和话题度来说 都不算暴冷淘汰 朱佳琪出舞台时演唱的爱的主打歌 在全开麦的舞台上 他紧张到声音颤抖 估计现场的观众也听得一清二楚 只是作为唱作人出道的黄一达 由于最近几年在娱乐圈显少露面 对于年轻的观众们来说 他的代表作《那女孩》对我说 虽然也给不少90后观众带来了回忆杀 但奈何与人嫌奇 苏友鹏、潘伟波等哥哥们比起来 话题度、关注度都略逊一筹 尽管不少粉丝认为他的淘汰有些一难评 但成团的话 黄一达也确实不是最佳人选 除了被淘汰的名单 这一次皮革将一大团的哥哥们 请回来带队 其实原本就是被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毕竟按照浪姐3的配置 纳英与宁静各自带队 也确实为节目组提供了不少爆点 只是将一代团的四位哥哥与新阵容的哥哥们同场进行观众喜爱度排名 也确实引发了不小的热议 既然已经成团 在参与竞争 是因为哥哥们的人数偏少 还是为了继续消费一代团的哥哥 其实众说纷纭 希望之后的节目设置 能够合理规划四位一代哥哥在节目中的存在 继续参与排名 拿到出道位就变成了抢占名额 没拿到则成了垫脚石 实在不是良策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